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呀?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啦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各位網上聽眾,你們好,我是袁戴明 很高興今晚又能夠和大家一起探討一些近日發生的事情 或者正在困擾香港的問題 我們香港出路這個節目的目的 是希望為香港尋找一條出路 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到問題 我就不希望只和大家一起批判一番事物 或者政府某機構,某人做罪事的不當 大家大鬧一餐,發誓了一輪就算了 我們希望能夠和大家深入一些 討論那個問題的根源 了解問題的來龍去核 從而提出一些具體性的解決方法 我們同時有時候會介紹一些書 和大家分享一本好書 好的電影 希望能夠從裡面 能夠令我們能夠拿到一些啟示 學到一些道理 可以應用在香港的 幫助我們可以解決香港的問題 或者建議我們 香港每一個人能夠做到什麼 能夠令到問題真正解決 即是說,如果你是當事人 你會怎樣做呢? 歡迎網上聽眾打電話和我們一起聊 我們的電話是2385-4492 2385-4492 或者可以用ICQ的方法 把你的訊息寄給我們 我們的ICQ號碼是308-084-705 308-084-705 308-084-705 好了,今晚和我一起討論這個問題 是有江榮先生和馬國輝 大家好 我們大家都是有些有心人士 希望能快些時間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好的 我們今天其實有幾個問題 我們想去討論 第一個,我們想 最近好像香港有一個電視節目 關於腳底的排毒水療法 因為我很少看電視 所以我也沒有詳細知道 雖然聽到有這方面的知識 當時有晚金剛打電話給我 他說,原來電視在做這個節目 或者ifen榮先生 你可否發言 當時報道甚麼呢 這是《無綫翡翠台》 上個星期六七點的時事節目 你在說這 Meselaまで以復習的動作 跟這 meses的動作 一隻 用电 arkadaş子腳底的水療機 是 他說沒有說 電視台當然不會歌頌 難道說這隻很棒嗎? 當然是說不行 找笨的 他一開始介紹 原來很多人都在用 還有很多美容院 或者註冊中醫師都在用 他訪問那些用家 他們都覺得不錯 這是第一部分 他訪問幾個用家 他訪問多少人呢? 都有三個 有些頭痛、關節痛 他用了之後就沒有了 什麼研究呢? 我們都是女士 我想30至40多歲 他們的反應都說 他用了之後很舒服 對他有幫助 這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沒有了 電視台就自己做事 OK 他最主要是找個 你說這些機器可以排毒 他找了一個 他在做透色的 就是有腎病的 找一個要做透色的治療的病患 去用這些水療機 他的邏輯就是 腎是排毒的 如果你的機器可以排毒 的話 應該用了你的機器 就會排毒 他就給他做 然後就做一個 我想原醫生會比較清楚 他做一些指數出來 他說他沒有變 然後他再做透色 就是洗腎 那些 指數就低了 他的意思就是 其實是排不到毒 問透色中心的西醫 這些就是排毒 如果腎臟透色那些 這些做了就沒有了 其實他所謂毒 當時他有沒有說 他企圖是排什麼毒 不要說 他的邏輯 他的電視台的邏輯 就是 你說這部機器聲稱排毒 那應該 腎臟就是排毒 他的邏輯就是排毒 如果用了這些機器 就排毒 那不用做腎臟透色 就是腹膜透色 一般其實 所謂那些是洗腎機 通常病人 就是要抽血出來 經過一個洗腎機 就是把裡面的主要是尿素 主要是把那些尿素 就是減低的尿素 那這個就是一般 一般我們所認識 是洗腎的 因為當我們身體的尿素 是升到某個水平的時候 那我們的身體 就會出現很多的固障 那所以一般他們所做的 其實是在講尿素 好了 還有呢 跟著他就 就是說 做這個水療機的人 那他浸一下 浸到 成光水 都會深啡色的 是 那一般的 那些 有這些治療機的人 還有那些 幫這些人做的 那些 他說排毒 這些 那麼多毒素 這樣講 跟著呢 他用一個公仔 交公仔 就放到那盆水 那盆水 又是變成這樣 那他就講了 那一個主持就說 咦 咦 咦 那 那交公仔都可以排毒的 就是這樣 就是用一個質疑 是的 那他呢 就用一個假人 假公仔在那裏 首先的 就是 我這件事情 就不太清楚 他也都 另外一方面 也都 問過一個代理 還有呢 他有一個point 就是說 有一些代理 就聲稱 這部機 是一個 諾貝爾的 物理學家 還是 我不太記得 物理學 還是化學家來發明的 但是 原來他們說 是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即是他們不知道這個儀器 或者這個醫療的概念 他說那個物理學家 還是什麼 他找到他 就說 他說他沒有做過這件事 那他當時有沒有拍過物理學家 來回答這個問題 只不過他自己講 沒有 應該就沒有 那個reporter 就自己說自己 就訪問了別人 對 就說那個物理學家 是這樣回答 我們沒有真正見到 聽到那些物理學家 就直接這樣回答 沒有 他所謂的報告 是這樣的 原則上就是這樣 跟著他最後那句 就是說 警惕一下 這些 你們自己想 可能會騙人 整個節目的看法就是這樣 其實那個節目是怎樣 那些機器是怎樣推銷的 用什麼手法 有些是賣健康的醫療 醫療 醫療多了 比如那些 賣腳底按摩機 或者那些 健康的機器 那些 放在那裡賣 另外就是大陸 即是買的 或是你去接受那個治療 就算了 買的 可以買的 是 有些治療的 那些就在美容店 是 註冊中醫師都有用的 哦 ok 那他買的時候 他是不是給人免費試用一輪 試用一次兩次 一兩次 即是讓你試過先 你認為有效 幫到你 你才去買 這個是第一部分 可以這樣說的 還有他訪問那個註冊中醫師 那個註冊中醫師都說 他會 建議那個病人 會推薦那個病人 用這個東西 再加針灸 他就會這樣做 是 即是這個可以作為一種 在一個 在香港的註冊中醫的診所裡 他就會用這個 作為一種 輔導的醫療方法 是 他說 到底這些 這些機器 在哪裡製作 好像有提及 他說 有些 就代理 不是 有些 賣東西 聲稱 在歐洲 其實 電視台 原來是 大陸代工 大陸製造的 大陸製造的 但是 那個 那個牌是 是不是在歐洲 他沒有說 他只是說 在大陸製造 他有 這隻是大陸製造的 是的 在大陸製造 他偷偷的 有攝影機 是我們製造的 代工 我的看法是代工 在大陸製造 有間廠找他生產 代工 應該是代工 不是他自己去生產 不是歐洲 或者那些地方製造 是的 是的 OK 好 那我們 好像有位 聽眾 可能也想打電話給我們 是的 OK 好 其實 你們 有時看看 他們這些 最近這方面的手法 我有幾種看法 原醫生 好像有個電話進來 是嗎 我先聽聽聽的電話 看這位 聽眾 這位聽眾 怎樣稱呼你 我姓邱的 邱小姐 邱小姐 是你 有什麼 有什麼分享 你有看這個節目 是 我有看上個星期 應該電視台播了一些 排毒機的節目 7點 我還沒看完整套 但我都知道 其實有些點 其實 不是我們的腳機 在這個市場所推廣 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機 我們可以把牌子趕出來嗎 不要緊 我們沒有所謂 我也想知道 多些些 邱小姐 你是 電視17裡面 是沒有我的腳機的 原來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 你是做這些機的代理 就是我在香港 是拿著一隻牌子的代理 是 據你所知 譬如這一類的儀器 在香港 是不是有多少牌子呢 其實 我們拿我們的Pantium Detox 這部機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沒有的 多久以前 我是應該在05年的3月份 我們拿了一個代理 那時香港還沒有的 3月的16日 我們有一個發佈會 也有很多美容界 還有大陸有一些 所謂的集團 都來看我們的發佈會 其實我們拿了一隻 就是 China 還有澳門 還有香港的代理 那當時我們沒有 是 給到中國 某一個集團 去拿一個Hosel 那因為我們覺得 我們香港還沒有做得好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不想說 發到這麼大 因為我知道大陸很多 抄機抄得很快 但是 我們拿了之後 其實大約是 隔了半年左右 我們都知道 同類型的產品 在市場上已經開始推廣 這麼快 但是我們推廣我們這部機的時候 其實就不像他們那樣的手法 是 我自己用這部機的時候 我在04年的10月 我是經過一個美國的朋友 他引進來給我試 我試了六個月 我給我很多的親戚朋友去試 甚至乎有一些痛風的老人家 他是坐在那裡 簡直是坐半個小時 坐不到的 但是他做了之後 反應告訴他 他可以坐得很輕鬆 我自己試了之後 我也覺得是非常之好 但是我當然 我不會靠自己的身體的反應 我要給很多人去試 那我試了一段長時間之後 很多人給我的感覺是非常之好 很有效果 那我也去這間公司那裡 拿了一些 譬如他那些 那些報告 就是那些 有些患者 做了一段長時間之後 反應出來 有些某些的身體 有些指數會降低了 那我們搜尋了很多的資料之後 其實我們才決定去拿這個產品 還有這個產品其實是在英國原廠製造的 也不是現在才有 那它是2002年 已經在歐洲四十幾個國家已經在用 其實這個是一個很popular的產品 還有歐洲人我覺得它用這個產品 其實它是很穩陣 因為如果它不好的話 一早就被人撲了 對不對 所以我們都想過 就是這個產品在香港市場來講 真的我們都會怕一個 責任的問題 所以我們很小心去拿這個代理 那開始做的時候 其實我們推銷的方法 就不是這樣的 我們在一些美容院 還有一些酒店 現在很多大型的那些拿我們 所以我們不會賣在一些 什麼街市啊 一些甚至乎 國貨公司裡面那些 賣一些 沒有可能有我們的產品 因為我們的產品 我們是要 就是幾高質素的 還有很多比較有知名度的人都會用我們的產品 那邱小姐我想問一下 就是當電視台做這個節目呢 他們是沒有訪問過你的 沒有 因為當時 他這個節目就聲稱 就是 就是說 就是說 他說這些產品 是英國 不是 是歐洲做的 那法國呢 原來是大陸 代工做的 那這個 你有沒有看到 我 我有 其實我們一早已經知道 在市場那裏 有些就說自己是美國機 嗯 那其實就在台灣做的 那我們當時 有幾類型機 一族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 叫了我們那個 那個 外奴 就是英國的發明者 就來了香港的 那我們都問他 究竟跟我們這部機 有什麼分別 那他都說 大陸機啊 或者某些機都好 他本身他自己 其實就是 有問題的 他自己會 會出難色的 但是我們當時 我們不會這樣 在市場上跟那些客人說 我們只是說 因為我們是用頻率的 我們不是用電流的 那還有水呢 其實說真的 我們那個發明者 都跟我們說 水呢 是會很影響那個頻率的 那所以我們教育那些客人的時候 一定要用蒸流水 因為如果你用水喉水的話 其實水喉水 有化學成份的 是不是 就算你不買公仔也好 或者你不擺肉也好 其實你一擺鹽 他都會把水裡面那個 那個化學成份 會第一時間 會分解出來 是不是 那你們 他根本就不需要擺公仔 那你們 你們是 香港第一間 將這個 這個儀器 這個科技引進去香港 是不是 是啊 香港電視台不知道的 就是他沒有做過公佈 他沒有運 他沒有運 他很明顯沒有做過公佈 就是他連街市 是的 就是一些 就是他們 其實有些是千多元部 有些是做到很便宜的價 就是我們沒有 我們沒有可能是 在這些市場有我們的機 好了 我想知道 你們公司那個機 是不是在大陸或者台灣做的呢 不是的 你在哪裡做的 在英國的 在英國的 OK 就是說 我們的生產是有限的 所以我們訂貨的時候 都一定是 不可以馬上訂多少百部 我們就馬上來 沒有可能的 OK 那就是說 你們是一個原廠 將這個科技突引回香港 是的 而你們的機器是真真正正的 是在英國做的 沒錯 那麼香港電台那個節目部 那個Research Research部門 沒有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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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他們很可能 他們的工作可能會比較細一點 就是為什麼不做得仔細一點 是不是 其實根本他們說的是大陸機 不是說的是我們英國的機 是 我們英國原廠有了series number 是 所以我覺得是 當然它都會影響了我們 但是我們都跟我們的客人 就是用了那些 其實他們有很多的客人 譬如我們有30年的敏感的婆婆 就是用我們的機器康復的 是 其實我們有很多個案 譬如有些癌症 真的是的 是我們的朋友來的 是 他做完回來之後 用我們的機器 他的身體的平衡是平衡的 是 其實他都說 如果你這次需要我 在法部會說 他都會分享 是 這些是事實 所以我們這部機 其實有很多人痛症 都用我們這部機的時候 他的身體會很平穩 是 就是不會說 講到他們水裡面 演繹都是這麼差 嗯 因為我們不是用電流 我們就是用頻率 我知道他們的機器跟我們有分別 嗯 好了 但是他們 就是電視台 他們訪問過幾位用家 他們用一下 我們用他們的機器 我們估計 是吧 但是他們都說有效 嗯 是吧 都說有效 即是 即是 譬如有些痛症 他都沒有了 是的 我都不會排除說所有的機器做不到 是的 只要他拿到那個頻率 是很接近我們人身體 那個 都會做到的效果 是 但是 有一些機器 譬如大陸機 他真的說真的 他放進水裡 其實我們知道 我們做這麼多個案 是 我們真的在開發部會 是放一部機在這裏 不放腳 嗯 同樣是放鹽 是 我們一樣是放人 放一部機開在這裏 有些什麼的想法 即是 你的感受如何 他講了很多話 我覺得 他會騙到一般 譬如 不是很認識的人 譬如水已經是 說真的 你水已經有化學 嗯 那你就算 你第一層分解水裡的 是基本式來的 是吧 是 那並不是去到 真的去到我們 即是 如果真的身體排毒出來的時候 譬如有些很大股 譬如有些人 他那些 體味很重 是 是 吃煙或者怎樣呢 他自己的身體分泌出來 真的會有一些這樣的味 因為我們做得太多個案了 嗯 我們有時候 我們聞到這些味 我們都很害怕的 嗯 我們很神奇的 譬如我們四個人擺在這裏 我們四個人都不會同色的 但是就不像電視機那些 是黃 即是我看到他有些拍片出來 深啡色 是 有些很 有些泡 是 他拍到一些泡 對 有些泡 有些泡 是 其他東西 很假的 那些色 是很實的 好 好 邱小姐我想再問多次 即是說 你的看法 電視台報導 那些 可不可以這樣說 那些是混水摸魚 其實是這個排毒水療機 如果是真正是依照那個做法 以及依照那個技術去做出來 是做到的 是做到的 是 因為為什麼呢 另外那些 電視台報導那些 那些是純粹做生意 是的 因為這個針灸 即是自己都不知道要搞什麼 是不是 有一個針灸 他插在腳那裏 接著開著水療機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看過拍 其實我們 譬如如果心臟有折迫器 有些人我們不讓他做的 因為如果心臟換了折迫器 即是你通過那些波波的 我們是不可以做的 印本我們不可以做 五歲以下的小朋友不可以做 糖尿病爛腳不可以做 我們其實很多Skyline不可以做的 但是他很誇張 他堅持著 接著又可以放水下去 人又這樣在做 其實很危險 你老實說 你是不是覺得這個機械有危險 我這樣看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不會被那一刻這樣做 OK 好 好 邱小長我還想問一件事 當時的報道就說 這款機是一個物理 即是諾貝爾得獎者去發明 那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其實他在說某一個牌子 其實我們都知道 其實我們都告訴 有些客人都說 你們的機器很漂亮 好整個HIFI 其實我就告訴他們 我們說 我們不可以說自己拿諾貝爾獎 因為這個frequency頻率 根本就不是我們的發明者發明 只不過就是他用了這個技能 放在這個product那裏 那誰是諾貝爾的科學家 即這個概念 這種頻率字 他在八八一年的時候 有一個叫雷蒙博士 其實他用了一個叫frequency的頻率 在顯微鏡之下 去測試一些壞細胞 其實他在1920年期間 他是做了一個測試的 其實你看看一些書本 其實這些書我們都是找出來 都可以搜尋到的 其實他當時這個news很均動的 但因為是跟一些藥廠 可能是有背道而馳 所以變了來說 他將這個這麼偉大的發明 是蓋沒了 後來才被一些人 即所謂什麼美國 其他歐洲國家 那些人才開始再不救這件事 你說那個Dr. Raymond Rife Rife Machine 他大概在1930年代發明了 其實他發明了很多東西 其中他發明了一個顯微鏡 這個顯微鏡是可以看到病毒的 據我們所知 其實這方面的資料是很多的 關於他當時的經驗 他當時醫癌症的成功的例子是很多的 這位科學家當時發明了 他有一個這樣的顯微鏡 他叫做Universal Microscope 他的顯微鏡跟一般的顯微鏡不同 他簡直是可以看到病毒的 我們知道一般我們怎樣可以看到的東西 即是如果那個物質 是小過我們所謂的光那個wave link 那個頻率的波長 如果是小過一半 我們是不能夠用肉眼的光去看到的 但這位科學家他很厲害 他直接可以設計到一個這樣的顯微鏡 是直接可以讓我們肉眼可以看到病毒 於是他發現 他另外做了一個頻率機 即是用不同的生物的頻率 他就可以一邊看著顯微鏡 一邊看著那個癌細胞 一邊轉變那個頻率 到某個程度上 這個頻率是跟那個病毒的頻率 是產生共振 於是就將病毒炸死了 他發明了這個儀器之後 亦都在南加州大學 他有很多美其癌症的病人 是給他做試驗 他大部分差不多是全部都治好了 當時美國那個醫學會 那個頭頭叫Morris Fishburne 跟他討論生意 那麼厲害的東西 你不如把那個版權給我們 給我們醫學會 但當時那個Dr. Wright就不肯 於是Morris Fishburne 就一路之下 就用當時FDA的力量 是將這個儀器全部充公了 以及毀滅了他的 他的那個Microscope 你現在還可以在英國 有一間藥廠的博物館裡面 還可以看到 當然是弄到痴瓶破碎 我們根本是沒有辦法 再可以重整得回這樣的顯微鏡 因為由於我們沒有這個顯微鏡 我們用的頻率方面 我們就不是很準確 不能夠很準確 在看到是哪個頻率 是令到癌細胞的病毒 是即時爆炸死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因為我們有 美國當時有FDA 有一個醫療義器的監管 他於是乎用這個法律 是將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驚人的科技 他當時醫治那些 美其癌性的病人 是差不多百分之百十九十 是美其癌症都完全治好了 是不需要用任何的化學藥品 只是用一個頻率 跟我們的身體 是產生一個共振 就可以做到的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給我們香港人知道 就是很多這些 成立這些這樣的法例 所謂監管的條例 最終最終 其實他們做的事 是會令到我們很多有效的 而令藥廠得不到利益的醫療方法 是毀滅了的 好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 你還有什麼補充呢? 沒有啦 其實是 希望告訴大眾觀眾聽 通過你們 希望他們不要被一些東西騙到 因為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做到的 我待會再跟大家 我逐點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們那個節目的問題在哪裡 好 那謝謝你 拜拜 好 休息一日 拜拜 當然我們可以有時間去大自然裏 我們除了鞋子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這麼繁忙的時候 其實現在市面上 已經是有一些接地器的產品 在我們的健康店 已經有很多的客人 就是買了回去家裡 每天都可以接受到這個接地器的治療 接地器的產品可以在我們六創二的健康店 可以買到的了 聯絡電話是28824848 其實我想跟金蕙怡所說的電視節目 我們逐點逐點來大家去分析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第一 他的電視節目所訪問幾個用家 其實每個人都說可以 每個人都說可以 其實很多時候 感覺挺好 感覺挺好 還有一些痛症 還有一些身體上的問題解決了 其實這個科技 我在五六年前在美國第一次見到的 當時美國在羅省那裏 有一個叫做Cancer Control Society 是癌症的學會 每年都有那些展覽 我當時我知道 已經有一架這樣 這部機是存在的 是很痛恨 以及屬於醫療義氣 在美國 其實可以這樣說 我第一次知道是美國 這個機是當時我在這個展覽會裏見到的 好了 你看回剛才我們邱小姐所說 他大概 他首先自己試過 這個很重要 我們買什麼都好 我起碼試試行不行 如果你行 你才要投資 去做這方面的工作 再推介 好了 他到2005年3月 就開始推廣了 當然 在中國大陸 很多人都來看 但你看看 為什麼 在短短半年裏面 已經有這麼多抄襲 我自己用常理想想 如果這副儀器是沒有用的 是沒有療效的 你會不會去抄襲 你自己用自己最簡單的常理來看 還要這麼短時間 自己有公司去抄襲你 很明顯 所以這副儀器一定是有效的 是吧 以一般老翻翻版的邏輯來講 通常那些兼的東西才會被人翻版的 是吧 是 所以你看到 如果有人這樣抄襲 當然可以 那些垃圾 你就貼了錢 都沒有人翻 沒錯 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是事實 最重要的是 我們起碼電台的報告 幾個用家都說有效 所以我們遇到一種醫療的方法 第一要了解他有沒有效線 第二 同時也要看看危不危險 如果是有效但很危險 大家要小心用 袁醫生整個節目的方向很簡單 就是認為這部機是穩困 但不會有什麼問題 至少不危險 就是 就是不要 他說這部機是 現過其實 但是如果美國那裏都說 它是一個醫療儀器 認可了 那又 怎麼會說它是不行呢 其實在美國 我看回它的資料 它不是當它是醫學儀器 它是當保健的儀器 它不需要當它是醫學儀器 好 我曾經想說 其實在很多情況之下 我們需要知道 第一 那一件事是否有效 還有是不安全 危險 第二件事就是 到底它怎麼活動 通常我們現代的醫療 有這個問題 我們一定要知道 它怎麼活動 即它的機制是怎樣 如果我們不了解 它怎麼活動 我們全盤就否決這件事 好 這個問題就像當時的針灸 針灸其實我們都知道它是有效的 這麼多千年來有效 但是暫時來說 我們科學上都不能夠解釋它 它為什麼有效 所以它不是 大學醫學院中文大學 曾經 九幾年那時候 寫了一篇論文 抨擊針灸是沒有用的 即刻被那位秦雄教授出來 去解釋它 他當時就說 用在中方後遺症 這是另一個層面 我想看給大家了解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要研究其一件事 除了要知道它 以為一個用家 以一個病人 以作為醫療者 其實最重要 我們要先用一些有效的 以及安全的 到底它怎麼活動 我們未必知道 其實都不是最重要的 譬如針灸 我用了這麼多辦形 這麼多千年 其實它怎麼活動 我們都不知道 我照樣用 因為它是有效 它是安全 跟它療化也是一樣 跟它療化也是一樣 因為它用的藥 稀釋都是一百分之一的 一百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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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我們用現代的 所謂我們用一個 新化的基礎的模式去了解 我們是解釋不到的 但同的療化是能以百病的 包括這些所謂 白喉 聲紅熱 這些流感 一般我們現代醫療 就認為一定有些病毒要殺了它 那麼稀釋的東西 根本沒有可能殺任何的病毒 但它一樣是有效的 但是它怎麼活動呢 我們現代醫療的基礎之下 我們說我們解釋不到 因此我們就說 因為我們解釋不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是假的 這是我們現時的人的盲點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這個現象是明明在我們面前出現的 但因為我不能解釋這個現象 什麼現象 所以我就說這個現象不存在 或者是不安全 它不需要說是不安全 但總之 我們現在科學有一個盲點 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我們現時科學的水平 我們解釋事物的水平是有限的 我給你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如果我們在十七世紀之前 我們Rober Hoek未曾發現那個顯微鏡 我們看不到那些微生物 看不到這些細小的細菌 我們能不能說 我們因為看不到 我們沒有這個儀器 所以我們這個細菌是不存在的 如果我們用現在的邏輯就說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沒有這個儀器 能夠去看到這件事 所以這件事不存在 好了 再到我們好像一九四幾年代 我們開始有那個電子顯微鏡 我們沒有電子顯微鏡之前 我們也看不到病毒 那我們能不能說 因為我們看不到它 我們沒有這個科技去了解 去研究它 所以它不存在 是吧 用回這個邏輯 你可以看到 其實這個問題 是我們的醫療 是局限於 用它那個所謂的 一個機械的態度去看 以及一個生物化學的層面去看 解釋到為什麼同類療化 它的效果是變成的 這個其實是那個問題 那個盲點就其實是這裡 OK 即是叫做 袁醫生應該這樣說 即是說 現今的科技或科學 解釋不到 就認為不對 是的 這樣就錯了 即是說 我們沒有顯微鏡 我們說 病菌是多餘的 是沒有細菌這回事的 沒有電子顯微鏡 病毒不存在 我們那個盲點就是這裡 你不解釋得到 不是代表這件事 不是真的 即是你看到現象 只是現在的層面 還未能解釋到 沒錯 你不可以全盤特匪 否決這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 它就說 那些顏色 其實我看過 內部的資料也有說 它說 它本身的顏色 都會改變 當然 如果你真的腳在 病人的身體不同的體質 皮膚或者血液裡面 有不同的化學物質 它可能顏色會有改變 即是說 他們的單張都要說出來 就算你不用隻腳 顏色都一樣會改變 因為 在那個電離解的過程裡面 始終你加了一些鹽 你加一些海鹽 有其他的物質在 所以這個現象是會出現的 OK 好了 當然 我也有點難於理解 他們說 不同的顏色 是代表不同的器官 出現不同的問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蠻複雜的 要在這個層面去了解 這個顏色 代表什麼發生這回事 很可能是不能夠證實得到 也可能不是最真實的 但問題是這樣的 即是我們在一個商業社會裡面 大家做廣告 大家都是這樣說的 你想想 這個電台裡面 他們每天放那些廣告節目 每半個小時放五分鐘的節目 有哪個節目是真正是真的 即是我自己問他自己問良心看 那些這樣的明星 頭髮 是不是用了洗頭髮 是漂亮的 即是說 其實在電視台裡面 其實每天不斷放一些廣告節目 他明知道不是真的 那為什麼他每天都在那裡放呢 每一個小時放十分鐘 分別哪裡呢 你付錢 付錢 放假的東西都無所謂 廣告的東西 大家都是這樣做的 所以這不是一個大不了的問題 好了 還有一件事 他就說 他給例子 他說我洗腎機 但你知道 我們一般的洗腎病人 他們所稱的 是稱為尿素 Urea 如果你的尿素太高 有叫Uremia 即是你的血的尿素太高 某程度上 尿素不是真的毒藥 不是毒素 不是毒素 尿素是我們身體的生存代謝 蛋白質的生存代謝 一個副產品 你知道我們通常用於化妝品內 用去潤皮膚剂的 很多化妝品公司 就去那些公眾那些 尿次那邊 刮尿素 尿漬的 那麼 就賣給那些化妝品公司 用這些尿素 用來做那些化妝品 那就是說 我們說 毒素 毒素 毒素根本是可以有很多種 尿素 本身不是一個毒素 即是說電視台愚蠢,就用錯了我一磅 用錯了腎病 你看看在早年,Royal Society of Medicine 在英國曾經做過一個很大型的 當時有57位頂尖的醫生在英國 大家開過一個大會 他當時討論什麼呢? 他當時發現我們身體裡面有36種不同的毒素 所以毒素其實很多 我看36種裡面,似乎尿素不在裡面 沒有Urea這件事 尿Urea根本就不是一個毒素 即是很可能電視台有心找這種 我看到大家要公道一點 你做一個洗腎 不是花30分鐘,不是花半個小時 是花幾個小時 如果我們要比較一下,大家公平一點比較 你不可以,別人沒有說過 你洗腎洗幾個小時 別人的機器是洗30分鐘 別人的30分鐘,要做到你洗血洗幾個小時的效果 這個本身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即是說,如果真的要做一個科學的研究 其實真真正正,你可以做得更加好的 這個譬如是一個很荒謬的譬如 你可以叫他洗腎,他有肝病 你叫他洗腎,肝裡面的毒素沒有清 那不就等於洗腎機沒有用呢? 這是同樣的道理 設計不是洗這些毒素 洗腎機清洗乾病的病 一點也沒有好處 袁醫生,這支傳媒的 他做這些節目,已經有稿 已經有定稿 即是可能他某程度上 都成功地中落一個懷疑 令到大家又懷疑這個排毒水療 給我的感覺,這個節目是說這種機 是直接是騙神騙鬼 但他就關注不了 就在電視討論區,在討論我上去看過一下 都覺得,這些會不會騙人 一般人就會這樣看 即是電視台所做的廣告 每天都在騙人 不是的,那些人都覺得真 所以就像那套戲一樣 馬兄是不是絕望真相 絕望真相 好像那個女生跳到水泡一泡 立即濃胸 吃了那個魚油 立即大了 這些事情你又做出來 這些明知是假的 你又一直這樣做 每天都看到這些廣告 這個叫做Double Standard 好聽點是Double Standard 其實不知所謂 好,你都看到 整天都說,沒有科學證實 我經常說過很多次 你所謂科學的證實 即是說有沒有一種叫雙重蠻象 是,你可能沒有做過這些雙重蠻象的鑑定 但你有沒有用雙重蠻象 證實它是無效呢 即是大家講科學 你有沒有證實它呢 科學上證實它,它是無效 其實你一樣都沒有 你說它是沒有科學證實 但亦都沒有科學證實它沒有 沒有了 認識一樣的問題 好了 又說了 那個諾貝爾獎 其實Raymond Rive 其實已經過了生 他是很慘的 他是屈屈而死的 他最後是因為這個打擊 他有一個這麼好的方法 可以給美其癌症的病人 是醫治得這麼厲害 有八、九十個百分比 差不多都醫好了 美其癌症 當時是南加州大學的醫學院 那些病人給他醫治 即是西醫影束手無策那些 是的 完全是你臨死那些 不能醫治 他那副機器完全幫你醫治 或是搞坏了 結果他還得到這樣的收場 是嗎 他將他用政府 用FD的力量 將他充公了一副機器 將他的實驗室 絕對破壞了 他是真的屈屈而死的 我當時覺得 他將來再投胎的人 不知道會怎樣 他是一個這樣的科學家 有一個這麼好的科技 是因為這個醫療的制度 是令到我們香港人 全世界的人 不單止拿不到 他是屈屈而死 即是因為他這個機器的發明 是令到很多既得利益者 利益受損 當時Morris Fishburne 就說 我有興趣 大家夾粉做生意 他就不肯 你不肯嗎 那就 對你 對你 是沒有的 這個機器是很可惜的 如果我有這副儀器在 那些癌症病人 當然是濕濕碎 即是好像Dr.你說這些 這十幾年 醫療霸權 不斷你 OK 這個不要緊 我最重要 盡量把 為香港想出一些好的出路 解決香港現時問題 阿玄醫生 這個題目 都差不多 你說那個記者 記者去訪問 我就問你 他有沒有真正去訪問那個人 他只不過說他自己訪問 那個所謂諾貝爾 我就不多說一下 他沒有的 因為我有相似的經驗 在早期商養水事件 當時我們也有說出來 第一個開心術的換心醫生 Christian Barnard 他最後沒有辦法再做外科手術 因為他的風濕關節炎 令到他的手完全硬 做不到事 結果他用了商養水 服用商養水 改善了他的問題 我提了出來之後 南華早報有記者說 我們已經跟他訪問過了 說他根本沒有這樣的回事 他否認他因為商養水 幫過他 結果我當時打電話去追他們 我打電話去南華早報問他 我想跟這個記者聊一下 那個記者從來不敢回覆我的電話 好了我馬上給你看到 這個是他講而已 他跟別人講而已 為什麼沒有任何的 或者錄音方面 那邊那個所謂科學家 寫了公司文件 對 是的 那就是說 一件事如果真的沒有效的時候 我覺得是不會這樣的 那 好可惜了 香港現在面對很多這方面的掣肘 令到很多有用的方法 是沒有辦法廣泛地應用 我覺得其實 好像一般的 他們的推銷這副機器 那他都給你先試用 其實很fair 有沒有西醫說給你先試用 不行 沒有說磅了水 還要穿了新四床 是吧 這個是一個人 我看到一個fair marketing practice 是 那 那 那 袁醫生 這個 topic 你還有什麼補充 OK 大家可以想一下 自己可以想一下 香港不斷的這個節目 那 袁醫生 你真的 真厲害 跟我們聽眾分析 這個事例 我們都學到很多東西 在不同角度看 是好的 那袁醫生 另外 好像 你 有一個會成立了 是吧 我們最近都知道 香港是 不斷在 很多負面的 關於所有 自然醫療那些 的 負面的報道 那 我們 小委會 小委會 加上那個衛生署 加上香港的傳媒 那 有時候 很有趣的 你 有無可人 很多人都有無可人 那最近 我們 香港 有一班 在自然醫療的 和 碗腸的那些 從業員 大家 成立一個聯盟 那這個聯盟 是叫做 健康自由聯盟 我們 即是說 我們覺得 是真的要為香港做些事 我們真真正正 是 要 將這個 好好的 有效的工具 是 給香港人用得到 其實香港 可以這樣說 是一個 很大前質 能夠成為 是 醫療最開放 最多元化 以及 亦都可以 成立一個 再一個帶頭的地位 是 將我們面對 世界各地 面對的 同一個問題 是我們可以 徹底解決的 解決的 消費者 希望有一天 我們能夠 有醫療選擇的自由 我們 這個聯盟 成立的 最終目的 都是要維護 我們香港人的 醫療選擇 還有 為我們下一代 都希望 有他的醫療選擇 其實我們要做的 其實很多時候 因為我們是一個 基本上 一個 所謂法治的社會 很多惡法 令到我們 醫療方面 出現這個問題 其實香港有一個法例 令到我們 說不到話 這個法例 是一種 就是 禁制 醫療資訊 那個條例 其實都頗違反 基本法 的言論自由 打著 保護香港市民 這個條例 令到你不准說話 其實就不良於說到 這個條例 這個條例 是一定要生改它的 其實 我們是 其實說法很簡單 總之 你應該禁止一些 真是假的 是未經證實的 完全沒有根據的 就不應該說 什麼都不准說 基本上是抑制我們 資訊的自由 這個第一條條例 是一些極權的邏輯 這個就是 第一件事 我們要改 第二件事 我們所謂的 藥物毒藥的條例 這個條例 是將所有的物質 都成為西藥的 於是 令到我們香港人 和從業員 沒有辦法使用 一些有效的 安全的天然 自然療法的藥 這個就是第二條條例 即市民都沒有辦法用到 沒錯 第三條條例 就是他們想實行的 就是醫療義氣監管 即是說 第一 不讓你說話 這個要命 這個問題是這麼簡單 第一 他的法例 不讓你講話 不讓你把你的資訊 給香港人知道 第二 你所用的工具 不讓你用 把你的藥剝走你 然後把你的醫療義氣 剝走你 這個是他們的三部曲 這個是導致我們香港人 為什麼遲遲 出現這個問題 就是享受不到更加好的醫療法 譬如醫生這些法例都挺暴力的 都挺強姦民意的 是的 惡法 這三條惡法 OK 還有一條 我們應該 我們將來 我們那個聯盟 會希望 在基本法 成立一個 我們在基本法 裡面 香港人應該有 基本選擇 醫療自由 那個基本 那個權益 這個是我們的將來 希望會做到的 如果我們 其實香港 是一個很大的潛質 香港是基本上 在其他國家來說 是更加自由的 你看看其他地方 即在美容事業 即是死了 死了 香港是還有 而是沒有辦法實現 當初他想立那條法的原意 是的 市民也都享受不到 只會更加越差 我看香港是 還有一點點自由的空間 我們一定要維護它 還有呢 香港是有絕大的 即是我們的 potential 是可以 作為一個 全世界 解決 醫療問題的榜樣 那麼我們這個聯盟 我們剛剛 是成立了的 好 那麼我們歡迎 香港 即是一般市民也好 你希望我們香港 在我們那個納稅人的地方 有更多的選擇 即是你去醫院裡面 不只是可以看到 一般傳統的西醫 也都可以看到 同類療法 水療方法 碗腸水療 其他的 或者中醫 脊骨神經科 都是可以在納稅人 資助的環境之下 讓你應用得到 這個呢 就是我們的聯盟 是會為你們爭取的 那麼你們詳細的情況 你們留意我們那個網站 那個Better Hong Kong裡面 我們會有一個 我們叫做行動組 這個行動組 就叫Aligned Health Freedom Hong Kong 香港健康自由聯盟 這個資訊就可以在網站看到 我們會一路幫你更新 當然歡迎你們加入 我們需要 不單止人數 幫忙的人 我們會有很多的具體行動 我們會一步一步做好 希望呢 可以為香港真真正正尋求 一個解決醫療的問題 好 馬卿啊 我們又轉一下主題了 好啊 這陣子很熱 這陣子上個星期來講 最令到人們 拿到他的注意 就是英國那方面 對這個溫室效應 出了一個 幾官方的報導 和一個叫做 警告 好像是英國政府做的 英國政府 很高調地去講出問題 最終的結果會是怎樣 和英國首相去講這份報告 這個其實我都留意到 在我自己朋友圈子裡面 就算一些平時沒有什麼 留意這個環境的人 都有看到 還有我英國收到一個朋友的電郵 他說 現在突然間 在英國方面 對那個 溫室效應的 那個 覺察的程度 又突然間多了很多 他有一個七、八頁的報告 他報告大概說什麼呢 其實他最主要就是 嘗試用一個經濟的層面 去解釋給大家聽 因為很多時候現在 個個都只是 會集中在經濟那裡看 就是把每樣東西都打個標籤 那他就是說 如果真的那個溫室效應 去到一個災難線結果的時候 最後那個經濟損失就等於 兩次世界大戰 再加上美國 30年代經濟大蕭條 那個經濟損失 大約是54萬億港元 即是用港元來做 是啦 即是他用磅 就回到港元了 54萬億 當然這個純粹是 用一個錢的層次 而很多時候我們 除了用錢的層次 我們還要用一個文化的層次 去看一下 究竟那個問題會是怎樣 但 我想很多人都很奇怪 為什麼英國會這麼高調去說這些事 應該是比較特別的 我覺得 我覺得 我都是突然聽 看有線新聞 看到的 因為可能其實 英國他都知道 溫室效應的結果 出現的時候 可能他是頭幾批 直接傷害最大的 因為他 因為他 上面隔壁南 北極那方面 那些冰魚一溶的時候 那些淡水 衝了進去海 截斷了海流 歐洲那方面 就會進入冰河時期 應該也是首當其衝 如果那時候發生 就沒有東西可以改變到 那他希望 我想是 去盡最後一分力 去希望 將那個 那個傷害性 減到最低 那我想 英國如果說了之後 我想 其實對大家 希望 都有一個比較 深刻一點的印象 怎樣去做些事情 不是 我覺得不太尋常 絕對不尋常 由英國手上去 去說這份文化 因為他本身跟美國 是一個 挺親密的盟友 是的 而美國 他就是 沒有簽到那個 京都二零書 他也不想 傷害他的經濟 即是繼續跳舞 是啊 所以他 英國單方面這樣去做 我覺得是 挺不尋常 也可以其實 了解到那個 事態的發展 是需要大家 再去想一想 是不是我們收到的訊息 說還有一百幾十年 才會 會殺到埋身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事 我又 另外想起 那時候 有一套戲叫做《日本沈門》 是一個小說改編的 前個多月 是的 前個多月 他就說 日本科學家 計算到 還有一個月 就沉落日本 但是他官方報導 官方報導 就說 官方報導 還有一年 這個令我想起 會不會其實 某程度上 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 都在某個層面 都在某個層面 將它淡化了 而英國本身 這個報導 就令我 醒覺到 這個問題 可能會比我們想像中 是嚴重了少少的 如果你說一百年後 你都不在 你所認識的兒子 女都不在 就變得好像 我們 不太動肉 但如果說 我上次也有提及 有些報導說 其實可能二十二個月 這樣 這個就是 不是開玩笑 我們都看到 如果我們一般 我想像 如果真的慢慢地 那些水位慢慢地升 那我們就有足夠時間 蓋那些堤壩 就好像荷蘭那樣 整個香港 變成荷蘭那樣 都可以的 但如果 那個水位一升 好像他說 Greenland 那個兵 如果它這樣一融 是會升二十呎 那這二十呎 如果出現的時候 我們的蓋壩 就蓋不及了 雖然它不是馬上升 但是 我想現在 有個應變措施 這些都是必須的 政府來講 是 但是 要看看曾蔭權政府 怎樣去處理 我亦都剛剛看到 在另外一個 那個明日之後 那個DVD版 其實有兩部份 第一部份 是講國出器 第二部份 是很多科學家 講另外一套 如果大家有機會 去買DVD 或者去租 二十一號 是的 我們網上 都有這方面的 大家可以了解多些 好 時間又夠了 好 我們下一次 下星期再和大家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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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